好,各位同學,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講一個Logo的繪製 我在路上看到一個類似這樣子的Logo 那把它做出來 這個其實我想了很久 我也不是什麼都會 就有時候Inscape,我喜歡它就是它有點像算數學 它其實不是用 好像我們以前學會話是說你是要用一個 動作 它需要中間一些思考的過程 某個角度它也是一種新的繪畫形式對不對 就是說 你當然電腦的操作要鎖 那很多筆觸跟筆桿也是要 手要動著鎖,但它更多的是一個思考的過程 好,那我們來看看我們怎麼 用一個數學邏輯的方式來 來把這樣子做出來 那中間有很多 技能,也就是你要懂的Inscape操作的過程 那我們慢慢來講 好,第一個我們先拉一個遠出來 按Ctrl鍵,它就是一個 正方形的圓 正方形的圓 然後呢,我們要用那個 編輯 方字 這個建立鋪排方字 這個我已經教過很多次了,希望你能懂 好,那 今天我們暫時不講吧 好,我們藍 1到6 就是說 往6排6個 如果你按的話,它是123456,6個 往6排6個 可是呢,我現在是這樣子 我希望它旋轉 所以呢,我按著 Ctrl鍵 這個是 旋轉點對不對 往下拉 大概拉到這個地方 好 它會沿著這個地方旋轉 我以這個地方為中心點旋轉 好 然後呢,我旋轉 是 60度 好不好 60度 這個我剛剛有設定 60度就是這樣子 然後 位移 位移呢,這個地方是 負100 應該要負100 就說,我這個地方 跑出去的 我跑出去的之後,我又拉回來 我跑出去的之後,我又拉回來 然後再旋轉 所以是 負100 然後再旋轉 然後60度,6個吧 6636 OK 建立 就這個環就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這個環 那我們講過了,隨便點一個 因為這個是 方置的鋪排物件,對不對 所以你按這個東西方置 選擇原物件 它會跟你講這個是原物件 然後我會用鍵盤 上下左右鍵把這個原物件拉出來 這個原物件你應該懂了吧 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就是用它方置出來的 所以呢 你 你更動它,這個會跟著動 比方說按Ctrl鍵稍微動一下 他整個都動了 結果是這樣子 換一下顏色 紅色 整個也換掉了 對不對 它就會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把這幾個選起來 因為這個是方置物件 還不是標準的 路徑 所以把它轉成路徑 現在變成標準的路徑了 然後標準路徑之後呢 再跟它 結合 因為這個是6個 就變成一個 那為什麼我要結合 因為我們要用一個有趣的 特效這個東西 這個很少人用 那我教你 我還蠻喜歡用的 秘密 環節 什麼意思 各位看著我按下去 我這兩個交匯的地方 這環節是不是斷掉了 看到沒有 原本是遠的地方 換句話說 有線條交匯的地方就會斷掉 有線條交匯的地方就會斷掉 那各位看出來沒有 有沒有很漂亮 對 這就是我一號的東西 好 然後因為這個又是特效做出來的 觀念是跟你講 這又是特效做出來的 所以你要把它 再轉成路徑 它已經不是特效了 有沒有 這是 這是一個標準的路徑 好它結合在一起 我們路徑 把它分離 分離沒有用 那分離 對因為 因為它這個是邊框 好 路徑 把它打散 有沒有 就一個一個打出來了 打散就好 那我們只要把這個選出來 把它選出來 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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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拉出來了 咦 就是我們剛才看了這個東西 然後原來的就維持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一個有趣的logo就出來了 我是這樣思考的啦 那當然 看起來很有規律性 但這個未必是唯一的解法 這是我 我 我很喜歡思考這種東西 玩起來蠻好玩的 有沒有像纏繞話 心情不好就這樣弄弄弄 好 那我們做出一個這樣子的logo 這是我的思考方式 然後中間有一些操作的環節 那看看 你是不是都會了 一些特效 你是不是都懂了 那可以幫助你思考出很多東西來 好我們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那麼多當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來聽說 完成了